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现在国安法整个的环境来看 第一个是无期徒刑 等于随随便便 他就可以帮你罗知罪名 判你个无期徒刑了 涉及到哪些呢 只要你涉及到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实施恐怖活动 还有勾结境外势力 危害到国家安全 你就是最高会被判无期徒刑 关到哪年哪月哪日都不知道 另外第二个是 严重的案件会随时由中国接手 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是非常不透明的 定罪率有高达了99%以上 而另外一个就是秘密审判 特首会任命法官对于嫌疑者直接审判 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的陪审团 完全就是法官说了算 另外第四个来看看香港 成立新的国家安全机构 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机构 没有受到当地法律的约束 随时都有秘密警察 可以针对嫌疑人士监听或者是监视 而另外一部分来关注到的是 他们随时也都有组织 可以监视这些外国的组织 跟外国的媒体 随时你都逃不过他们的监视法眼 那么至于什么样的行为 你可能会触犯法律呢 台湾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五大雷区千万不要随便乱采线 第一个来看看 只要你在台湾有参加称香港的活动 或者你是参加了像是台独的活动 都可能触犯这个港版国安法 第二十条的法律 这等于是破坏国家统一 如果你积极参与的话 你可能被抓到 会被处十年以上的无期徒刑的 就算你没有积极参与 你被抓到 可能也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好 另外一个 你不能随便的跨海捐款 如果你被发现跨海捐款 或是支持一些反送中的活动 是触犯了这个港版国安法 第二十一条等于是煽动 或是资助香港民众颠覆政权 也是一样 十年以下的徒刑 另外如果你寄送一些物资 给香港的朋友 也就是代表说 你寄送口罩啦 防毒面具 或是其他的东西 是帮助恐怖组织的一个活动 触犯题二十六条 也是等于犯罪 最高十年刑期 那么如果你是搭飞机的话 你搭机到香港 身上被查到 有一些台独的文宣 被看到 或是一些旗帜 也是犯罪哦 最终十年以上 或是无期徒刑的 还有一个要注意 脸书发文 你公开挺台独 也是触犯了 第二十一条 是分裂罪 而且是破坏统一的行为 也是十年以上 是无期徒刑的 因此现在入境 中国或香港 大家都务必一定要 特别的注意 几条雷线 千万不要踩 那么现在国际 大家其实都引发了 不少的社会惑罚 包括了英国首相 美国国务卿 都出面谴责 港版国安法 在七月一号正式生效 引发国际社会抨击 美国媒体CNN分析 中国现在正在为所欲为 北京正在展现足够的信心 认为靠自己的力量 能够承担国际的后果 再加上港版国安法 也适用于外国人 因此CNN认为 未来外国记者和非盈利组织 在香港会更难生存 而英国首相强森和美国国务卿 庞佩奥也纷纷踏罚北京 可以听到强森认为 这项法案完全违反了 中英联合声明 而美国政府更表示 他们不会坐视不管 批评国安法将一国两制 变成一国一制 显示北京给的承诺 根本只是空投支票 而美国将会和爱好自由的 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而中国强行通过了 港版国安法 东方明珠陨落 来看看印度总理 带头要对中国进行封杀 整个国际上 当然都是谴责的声音了 我们先从日本的 这个全国性的大报 叫做产经新闻 他们怎么样报道 这次事件来看起 产经新闻的头条 用了一个这么大的标题 就短短写了这句话 香港已死 而且底色就是用这个颜色 就是用深色 黑色的就道尽了一切 这代表香港即将进入黑暗时代 而这样的全国性的大报纸 用这样的斗大的标题 而且反黑的一个底色 在日本当地引发了非常轰动的讨论 而印度的反制方式是什么呢 印度总理莫迪他退出了微博 这个删掉了所有的贴文 他也删除了跟习近平两个人的合照 这代表了他现在抗议的方式 而另外美国国务卿呢 蓬佩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这等于是把全球民众 都全部纳入管辖了 因为港版国安法一旦通过 你谁都可以管 侮辱了全球的所有国家 而川普呢 他更是用终结香港 特殊的一个金融地位 来要惩罚中国 而至于这个美国民主党的候选人 拜登他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当选的话 对中国会实施新的一个经济制裁 也会禁止美国企业 协助压迫 支持中共国家的一个监控 这个是拜登现在的发文 那么美国更认为 中国已经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变成非常邪恶的主义了 白宫的请愿网站上 也出现了这样的请愿文章 他们出现了这个文章说 要消灭共产主义 要摧毁中国的一个声音 大家要投票要联署 希望川普呢 能够直接依法 向中国干脆就直接发动战争好了 直接把共产主义给消灭掉 这个是各个国家 甚至美国的白宫网站上面 出现了一些反制的一个声浪 那